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剛刷完牙之後 馬上吃東西 會發現食物的味道變得有點奇怪 而其中又以柳橙汁最為人知了 到底牙膏有什麼魔力 可以把柳橙汁從酸酸甜甜變得超苦呢? 其實柳橙汁從頭到尾都沒變 變得是你舌頭上的味蕾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舌頭是如何嘗到味道的 一般人的舌頭上平均有1萬個味蕾 每個味蕾平均有100個味覺壽器 這些壽器可以分別接受5種味道 酸、甜、苦、鹹、還有鮮味 它的運作原理其實就跟小孩子玩的 一致配對積木很像 把不同形狀的積木塞進相對應的洞裡面 痾...這...這...好吧 我們吃的食物裡面也有各種不同形狀的味道分子 而每種味道分子都需要相對應的味覺壽器才能接收 配對成功之後我們才能嘗到味道 這套系統雖然可以準確的讓我們品嘗食物的味道 但同時也會有許多因素會干擾我們的味覺 例如牙膏 牙膏通常含有4種原料 水 用來調和牙膏 研磨劑 用來刷掉牙齒表面的牙菌板 浮化物 可以預防蛀牙 最後呢是清潔劑或叫介面活性劑 用來產生泡泡用品 牙膏中最常的清潔劑就是 月桂基硫酸納 sodium laurosulfate 簡稱SLS 這個SLS就是造成我們刷牙之後 味覺改變的關鍵元素 我們味蕾上的苦味受劑 會受到一種叫做phospholipid 靈質的物質的阻擋 它會擋在我們的苦味受器上 使我們對苦味的靈敏度下降 而SLS剛好就會連帶把這些 擋住苦味受器的靈質給清除掉 讓苦味受器裸露 於是我們對於苦味的感覺 就會變得非常敏感 而柳橙汁其實本身就有苦味 只是原本我們對於它的感覺比較不靈敏 所以主要都是嚐到酸酸甜甜的味道 但經過SLS的作用後 我們對苦味的靈敏度提高 就會覺得柳橙汁變得超酷 其實不只是柳橙汁啦 剛刷完癢之後 吃很多東西都會發現味道變得怪怪的 也不只有SLS會干擾我們的味覺 另一個典型的干擾因子就是 壓力 不是那個我上班好累喔那種壓力 是真正的壓力 氣壓 這樣很多人都會覺得 飛機餐那個食物很難吃 就是因為飛機內的加壓艙 它雖然是加壓了 但還是比平地上的氣壓要來的低 還有機艙內極度乾燥的環境 這兩點會使我們對於鹹味和甜味的味覺敏感度下降 所以一般飛機餐其實都會多加一些調味料 來補足我們不靈敏的味覺 但這當然很難控制 而且每個人受到氣壓與乾燥 影響味覺的程度都不同 所以飛機餐就很容易變得比一般餐點還要難吃 因為調味太難控制了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刷完牙之後 柳橙汁會變難喝了吧 那麼這支影片是與台北庫克雲的合作 大家別忘了去庫克雲上面看看其他有趣的課程喔 那這次的暑假作業當然就是 親自體驗一下刷完牙之後喝柳橙汁的味道囉 我在這裡也親自給大家體驗一下好了 柳橙汁都準備出來了 我們刷牙之前先喝一口吧 嗯 就是普通的柳橙汁偏酸啦 那接下來就刷牙吧 這個是我平常用的牙刷 大家有興趣知道的話 好啦 現在我們已經刷牙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杯柳橙汁的味道會變得如何吧 噢 真的 真的很苦 而且喝完之後整個嘴巴裡面分泌出很多的黏液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留下個讚 想按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 然後順便按下旁邊的小鈴鐺或點擊 一路上的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支都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這支影片 請按按讚 忽,按讚